大家好,我是科币多CAPTO 現在是台北北京時間8月14號早上10點50分 比特幣再度突破我昨天晚上所說的阻力位 我突破阻力位順勢做多 我掛的是條件單 就算在睡覺的時候我也不會錯過行情 我在上星期日還有上星期三都有明確講到 共8個山寨幣 這8個山寨幣有7個山寨幣 在今天都創下了自519下跌以來的最高點 也就是如果你有買這7個山寨幣 你拿到現在你是絕對不可能會賠錢的 我在這支影片我又選了幾個在技術層面上表現良好的山寨幣 如果你對今天的視頻感興趣 請你一定要隨我一起繼續看完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單子 因為我有掛好條件單 如果還不會掛條件單的人可以去看我 在BitGAD為示範所拍的條件單的影片 就算你在睡夢當中也不會錯過極端行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樣單子 我睡起來的時候收益還不錯 它往上衝的那一波我就順勢平了長 因為那一波就是韭菜衝上去 或者是有空單被爆腸 我就順勢平了 目前我還是留有小於一半的倉位 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交易 跟我一樣交易的話 跟我一樣獲得不可思議的收益 我非常推薦BitGAD BitGAD交易深度足夠 也不會發生維修的狀況 不像幣安的現貨 像幣安昨天現貨它就有維修 那它對我造成的損失 請問它有賠償嗎?沒有 而且幣安合約它以前也都是有斷網 拔網線或者是造成穿倉的狀況 它也都沒有對客戶賠償 所以做合約的話我非常信任BitGAD 大家可以點擊下方連結註冊 我們來看一下恐懼與貪婪指數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從30天前的極度恐懼 到現在的極度貪婪 各位一定要好好注意 我當然不是說現在會暴跌 可能不會再一周 可能不會再一個月 但是未來的有一天它會暴跌 那天暴跌的時候 你記得一定要跑得掉 因為我們現在賺的錢 現在的帳面損益 它都只是浮贏而已 你還沒有賣掉那些錢 你還沒有放進自己的口袋 都不是花出去 所以我們這樣實施保持警惕 我每天都會看恐懼貪婪指數 它總是提醒著我 也常常讓我奪過很多大暴跌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表 這張表其實是在顯示 今天就只有今天 借幣砸盤的狀況 你們可以發現借幣砸盤 現在只剩下可能1500多枚左右在砸盤而已 這些人可能是空站都被爆傷光光 或是被止損 應該是被爆傷了 空軍現在是被殺個片甲不留 如果你現在還在實命的做空的話 那你可能技術分析有點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新客戶入金 如果你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立刻可以獲得5U的體驗金 不用任何條件 而且如果你入金的話 最高可以享有 入金5% 最高100U的合約體驗增金 你可以發現 到8月17號 我們今天已經8月14號了 你現在可以先註冊 先註冊先拿體驗金 如果你沒有要用這個帳號的話 之後再說 可以先註冊著 我們先來看一下 比特幣短線有哪一些做單機會 我們先看到15分鐘級別的盤面 15分鐘級別的盤面 其實 昨天的影片都有非常詳細的講到 你可以發現我們在這裡 有什麼 箱體震盪 箱體震盪突破上緣直接做多 而且我都有明確告訴你 我點位都講出來了 46700 突破46700做多 你可以看我的點位 我入場的點位就是 46700附近 不相信的話可以倒回影片的前面 那我們現在發生了一個什麼狀況呢 你看這波爆拉 它是不是量能也充足 完全沒有理由不做多 突破相比做多 Easy 我們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 牛旗結構 其實牛旗它分很多種 一種是這樣向下調整 這個也是牛旗 這是比較弱勢的 還有一種是比較中性的 比如說有一個長方形在這裡盤整 或者是它構成了一個三角形在這裡盤整 還有一種是比較強勢的 比較強勢的狀況就是微微向上傾斜 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我們也有在大概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前 也有遇到在更下面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它也有給出我們明確的做單機會 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在這裡 我們做合約最好還是看15分鐘線 因為做合約都是帶了槓桿 帶了槓桿它是受不了過大的波動 你可以發現這邊有什麼 頭肩底 我們在上升趨勢當中 就是要找尋什麼 找尋底部結構 雙底做多 頭肩底做多 在這裡開艙巨量還有什麼 毫無疑問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什麼型態 又來了 魔Flag 牛旗型態 這種就是比較強勢的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比較強勢 它是怎麼樣 微微向上傾斜 這種樣子 突破是不是又可以來做多 或者是 我在地位 有建倉多單的 又可以進行加倉 我們來看一下大週期級別 大週期級別 它其實已經突破了一個蠻重要的阻力 如果我們先切換到4小時級別線的話 各位會更清楚 我可以給出一個大概短期的目標價格 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在這裡 這個我昨天都有講了 線完全都沒有改 如果我有改是會說的 我們在這裡發現了一個 上升三角 這個上升三角要怎麼測量目標價格呢 簡單 從這裡 拉上來 直接擺上來就好了 我們可以發現 目標價格大概就在五萬一左右 五萬一 其實我強調過非常非常多次 為什麼這個點重要 它在上面是籌碼密集區 我會做非常詳細的講解 來我們先來看到 比特幣日線圖表 如果我們切換到日線 大周期嗎 我不是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 我都是看 周線日線 我們等一下來看周線 好 我們現在看到 這裡 我們已經突破了 這什麼位置 0.5的位置 0.5大概就在46700 點位給的非常非常精確 那下一個點位在哪裡 我們已經突破了 你看這裡 但是還是需要有量能的配合 如果今天可以看到巨量的話 那更可以缺了我們這次的突破 我們先看到 這個位置 0.618 黃金比例 大概就是在五萬一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用目標價格測量 還有 我拿 Fibonacci Retracement 我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在五萬一 我們在五萬一 非常有可能 就會 迎來一小波回調 不會那麼快的衝上去 而且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我們觀察VPVR的話 其實我們在 0.5到0.618這個位置 它都是籌碼的密集區 我們不能期待 它之前 像衝破這個 0.320到0.5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籌碼不密集 那既然它的籌碼不密集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衝過 但是 0.5到0.618的位置 它籌碼是密集的 你們都可以用VPVR 去看一下 現在的狀況 那我們回到以太坊的旁邊 其實以太坊 如果我們切換到四小時級別 你們就可以更清楚 好 切換到四小時級別 我們之前是有個上升趨勢線 那這個上升趨勢線 在這裡 有沒有 跌破了之後 就失效了 它在這裡獲得支撐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這裡的針尖 上面的阻力 全部圈起來 你可以發現 趨勢線就是很神奇 它在哪裡 受到rejection 就在這裡 是不是 那你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平一點倉呢 四小時的上升通道 其實會給我們非常大的幫忙 那如果跌到這裡 要做什麼事 這個 老觀眾 應該都知道了吧 不用我再多說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山寨幣 是值得我們做關注的 其實山寨幣我已經入手很多 而且 我之前講到的那 那八個山寨幣已經長瘋了 真的是長瘋了 我們先看到狗狗幣好了 狗狗幣很多人問 很多人在講 但是我還是 保持客觀中立啦 畢竟我是不會對任何的投資標的 有什麼奇怪的信仰 就覺得它會上一美金 會上兩美金 我個人是不會 不會這麼認為的 除非有給出數據 我個人是講數據的 不是講 不是講 感覺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頭肩頂 頭肩頂的項鍵在什麼位置 大概就在0.3左右吧 每一間交易所都有點查 你們可以自己去 把圖畫出來 那我個人拿現貨都是 拿比較長線 我比較會 比較少去炒短線 因為炒短線 其實你光手續費 你就要扣多少 你知道現貨的手續費是 蠻高的 你們可以去上 CoinMarket Capture 你可以發現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做了什麼事 足底了嘛 湖底吧 那如果我們突破0.3 我有可能會 買入狗狗幣喔 但是還是要看狀況 因為狗狗幣 暴漲暴跌的 我不是很喜歡 那如果操作我也會 清倉操作 那再來就是 我並不是很建議 你們去做 這種暴漲暴跌山寨幣的合約 因為做暴漲暴跌幣的合約的話 你是很容易爆倉的 真的很容易爆倉 各位不要貪圖 那一點點小錢喔 你有可能會損失大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EOS EOS 其實它也是突破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阻力 你現在入手的價格跟我也是差不多 你可以發現 在這裡 有沒有 支撐支撐 我們現在已經突破了 如果疊下來這個支撐 你就在後面放止损 我的獲取均價 也跟你差不了多少 算是比你低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XRP XRP這個幣 你們可以去看我星期日的影片 這個絕對是我先講的 我不是暴漲之後才講的 歡迎大家可以回去看我星期日的影片 從我講 我還記得我講的那時候是0.82 0.82 你知道到現在有多少個漲幅嗎 33.51 當然我投資是投資組合的 我不會重壓在一個幣上面 我一定是最大程度的分散我的風險 你可以發現 33.51%的漲幅我全部吃到了 而且 好 我們就不繼續講 那它現在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它是不是又要突破這邊的阻力 如果我們發現它有 氣溫的現象的話 我說不定又會再加長 又是一個好的加長點 那止损的話 你就直接放在下面的 如果它確認是假突破 那就止损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交易本來就是會止损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認為非常非常好的比喻 Solana Solana如果它突破了這個點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已經突破了 如果它還可以站穩在這個紫色的區間之上的話 我還是會再繼續加上我的Solana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什麼 W Pattern 又來了 你錯過了以太坊 你之前以太坊 僅限在2,400的時候 你有沒有買入 如果你有把握住 那你這次你都不可能放過 如果你以太坊的那次雙敵 你沒有把握住 你這次你更要把握住 因為再等的話 再再等你就沒有機會了 你就沒有機會了 你可以發現 它給出我們什麼樣的目標價格 如果各位也想跟我一起作單的話 也想獲得這樣不可思議的收入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 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就無條件送5U 而且最高入境的話 還可以送100U的合約體驗證金 歡迎大家點擊下方連結 如果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幫我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 筆記錄 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 是孝心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教育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接受我第一手的 精準分析 請按下訂閱按鈕 η鈴鐺